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京城当晚入住的是参加媒体活动主办方指定的酒店 受邀一人均住在同一酒店 京城转发声明配文没事继续发一起告 而贾乃亮的团队也辟谣称是子虚无有 京城 贾乃亮同回一个酒店引发恋情猜想 双方郑主都出来辟谣 网友们这是又吃了一个假瓜了 不过大家也是对金晨的恋情很好奇了 金晨否认了和贾乃亮的恋情后 金晨工作室再次辟谣 就连李一彤也出来力挺自己的好姐妹 表示保护我方金大喜 我哥这呢给我支冷起来 虽然恋情是假的 但是姐妹情是真的 两人之间的友谊还是很好客的 金晨李一彤主演的电视剧 了不起的女孩正在热播中 让人没想到的友谊还延伸到了戏外 李一彤立挺金晨的举动太暖心了 双女主剧了不起的女孩可以客气来了 金晨李一彤主演的双女主剧 了不起的女孩已经开播了 采取的是先往后台的方式 所以首播收视并不是太高 但是口碑还是很不错的 金晨李一彤两位女主都很有路人员 她们那种闺蜜间的氛围 很生活让人有代入感 剧中金晨饰演的沈思怡和李一彤饰演的陆克市高中同学 也是无话不说的好姐妹 但是因为一个男生两人之间产生了误会 之后沈思怡出国留学 两人没了联系 这部剧的开头就是沈思怡从国外回来 想挽救他和陆克从小就很喜欢的一家杂志社 因为这个原因陆克是这家杂志的编辑 沈思怡是代理出版人 在共同努力下解开了误会 这部剧的节奏还是很快的 前面两集的信息量就很足 一下子交代了两位女主的背景和故事的开篇 短短两集就解开了存在的误会 专心搞事业了 网友们也是纷纷调侃 这部剧不需要男主 因为金晨拿的就是男主剧本 女版霸道总裁本人无疑了 金晨在剧中的人涉狠带感 有能力又很承大 给人很多惊喜 李一彤饰演的陆克比较温柔善良 但是不太懂得拒绝 虽然也很有能力 但是跟金晨饰演的沈思怡一对比 没有对方人设圈粉 不过他们的姐妹情 确是很好克的 金晨和李一彤的友谊 也延伸到了戏外 金晨否认和贾乃亮恋情后 工作室在辟谣 李一彤也出来 力挺好姐妹 双女主剧可以克起来了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留言 and 她走了她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